我们友好聊天 友好聊天 不要急 不我承认我自己是弱智了 我被你打败了 这还不够友好吗 首先我们直播间 你能自己代表自己 没有 不能代表任何人 那对啊 但是很多例子是可以拿来 只能代表自己 您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拿任老爷子的话来质问我呢 有种疑问吗 我不懂吗 你解惑一下吗 不您觉得您的问题是解惑吗 任老爷子说过 什么产品喜欢买什么 买华为不带爱国 那请问主播 你天天在直播间宣传您的言论 是不是有上华为的形象 请问这是疑问吗 对啊 这肯定是疑问啊 或者是您就说 好好好兄弟咱不聊了 好不好 你可以代表一切 行了吧 我不代表任何 我只代表我自己 只是内心的疑问 大哥您 您又代表不了别人 你为什么来问这个问题呢 我回答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您的意思是说 我非要顺着你稿子上说 才行是吧 首先 是吗 好那行 那现在我顺你稿子上说 你问我问题 来来来 我顺着你稿子上讲 来 你继续问 那有没有给华为抹黑 是吧 首先我没有稿子 我只是个 对对对 那我顺着你话讲 任老爷子说过 买华为都是自由 爱买啥买啥 是吧 我在直播间也说过 爱买啥买啥 我仅代表我个人 我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有问题吗 任老爷子说了 买华为不代表爱国 那是的呀 不要绑定在一起 但你直播间就是爱华为 我自己爱华为可以吗 我绑定我自己可以吗 你绑定自己 你在内心就够了 但是你 那对呀 我绑定我自己 我不能说出来 要在内心 只是你给我定的标准 是吗 但是你当着一个 就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在我的直播间 表达我的观点 有错吗 抖音赋予我的权利 又给你剥夺了 我没有剥夺啊 那您在说我什么呢 您在教我做事吗 基于观点聊天啊 大哥 你看你又开始混乱了 那您在这里说什么呢 聊天啊 大哥我被你打败了 好聊天了 我们友好交流 对呀 那我做什么 你给我下什么定义呢 没有下定义 没有下定义 那我在我直播间 说我的观点 爱着你什么事了呢 我 是 你说你的观点 是没问题 你可以 认为买华为 就是爱博 但是我就是有 会有 有时候会有一种疑问 就是您说的 您的疑问重要吗 您的疑虑重要吗 你不重要就不回答嘛 这个没问题 对吧 你翻来覆去 你想说啥 讲了半天 也不知道你在讲啥 我顺着你稿子来讲 你也不行 等下我说了 你又说我给你下定义 那本来不就是的吗 对不对 我在我直播间 发表我个人观点 您看的不爽了 有问题吗 但既然如此爱华为的话 那你 这种行为 有时 有可能会伤害到华为 你知道吗 那什么标准来认为 伤害标准呢 是您作为一个 米粉的角度来讲 我 伤害了华为 对吧 您自己承认你是米粉 您从一个米粉的角度来讲 我伤害到华为 立场对吗 没有绝对的立场 我用的是小米 但是 别别别跌假 别跌假 就跟你有 跟你有关系吗 你回答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一个 错误的问题呢 就大哥 你问了一个弱智的问题 对吧 你非要说三七二十五 你非要逼着我回答是二十五 大哥 你智商这样 你不要认为别人智商 都跟你一样 可以吗 你可以 你可以回答是没有影响 大哥 大哥 您看 您看 咱不聊了 好吗 好吧 不聊了 可以吗 可以 咱们下次把稿子准备好再来 可以吗 你又给我下了个定义 我有什么稿子 那您给我下几个定义 那我给你下个定义 不也正常吗 彼此彼此 好 再见 再见 我把他踢下去 我把他踢下去 你喝口水吧 休息一下 我也受不了 点点关注 我要代表月亮 你挖坑挖那么辛苦 为什么不跳 不是我顺着他话跳了吗 对不对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他 华为的系统怎么来的 你作为一个花粉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你说的也没错 那对啊 那系统不归吗 芯片这一方面 确实是一个一方面 你不能 那对啊 芯片方面是一方面 你的芯片怎么来的 华为的芯片是怎么来的 它来的东西是一样吗 对你做了 这里你说过 那对啊 那你怎么能放在一起去比较呢 什么叫同配置呢 你看我一提到这个 我们一提到这个事情 那不是你讲 对吧 我是说那是你个人观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只是想说 大家其实都在表述一下 对啊 你讲 你表述的方法没问题啊 我没有强行的要求你认同我 是您连上来非要跟我讲啊 不是我非要连到你那里去跟你讲啊 您说我这话讲的对不对 您就看到我连上来 华为手机就是贵 有必要吗 不是 我觉得人家别人的感受 包括我自己的感受 你不能攻击别人知道吧 大哥是您不连迈 我不认识您啊 哎呀 你说的没错 是不是 我免到你家里去说这个事 那就要攻击你 听你的视频之后 我觉得你有时候不要 别人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您上来是给我提意见的 是吧 对对是这意思 那是这样子 您听的意见非常好 我认真学习 但是我这个人智商不够 您要不开档直播表现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你这样说话又开始跟他们一样了 那不是的呀 我跟你说 不是你 你就不许别人 我愿意学啊 我屈心的向你学啊 但是你用言语上表 我的领悟能力差 是吧 我您开档直播 您证明一下您是如何客观 如何去跟别人交流的 您证明给我看一下 我学习一下 对吧 我虚心的向你请教 难道不行吗 我的意思是 你要允许别人表达别人 对啊 所以您提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好呀 您正 你就是我 光语言上我学不会呀 您得现身说法教我 我其实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知道吧 就是说我其实也一直用华为 我只是觉得 不我兄弟兄弟是这样子的 我对您用什么 我们从来没绑架 您非要用华为 对吧 那您您给我提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好 对吧 但是我听不懂 我这是悟性低 我需要您现身说法 开场直播 我到您直播间听您讲什么 我虚心的学习 您看好不好 我真的想学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没有意思啊 这不对吗 是你不愿意吗 你是让我开 直播这话什么意思呢 那您不愿意的事情 您为什么要我做呢 你如果不愿意 接受我们的 我们的想法 对您自己不愿意 您您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您为什么要求我做呢 我不知道你这个群 是干嘛的啊 就是在宣传 您不知道 您不知道不重要呀 兄弟说的 您不知道您不重要 明白吗 就是您给我提的建议 我虚心接受 我愿意学 嗯 你说的 对吧 但是我的悟性比较低 就你 我不知道您 连上来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您想表达啥 我表达的意思是 你在 你的视频里边 跟别人 吵得不一乐乎 知道吧 那是 对呀 所以我虚心接受 您的意见了呀 啊 就我的意思是 您现场示范一下 给我看一下 可以吗 我示范什么给你看呢 那就您给我提的意见 我理会不到啊 就你 就我这人悟性低 不是你几句话讲 我能讲得通的呀 你看 我也是表达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而已 如果你不赞同 不是 我也是这样子的 你 我赞同啊 我 听你的意见 我愿意改啊 对你说 你说刚才说手机 比如说这个 芯片 它可能 就说这个 不光是芯片 那可能是因为系统 所以它卖的贵一点 可能 那可能当时 你说也对 我讲的 我讲的你当时 也听不进去啊 我怎么能听不进去呢 那您看 您看我刚才讲了 能听进去吗 何必现在聊得这么尬呢 你要听进去 就没有后面的 下面的话了 系统是一样的吗 芯片来源是一样的吗 人家是采购 华为是自研 成本能一样吗 对对对 你这样说 我不说过这句话吗 那对呀 我刚才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话 你听进去了吗 你讲过这句话的话 我刚才我讲了吗 是这样 等一会儿 喂 好了好了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你 就是我的视频 你听好 我视频里面是怎么样 听听听听听 我视频里 我想展现的是 生物多样性 我不能保证 我每句话说的都对的 听明白了吗 对的没说 对吧 您能保证您说的每句话都对吗 不是 我就说的意思 是吧 就是我们谁都保证不了 你听好 我们谁都不能表证自己说的每句话 没有错 你硬要找错 他有错 您说我这句话 对不对 我做直播的目的就是生物的多样性 您觉得好看 您看一眼 您觉得不理解 您可以不看 或者说您给我提一件 我愿意听 对吧 您先生说法教我一下 你看 我的意思是 咱们其实连线的目的 就是聊聊天 聊聊话的一件而已 您可能不太了解我的直播间 您看一下 您不了解 就是没有了解整个过程 就不要发表意见 您觉得我讲的对不对 咱们不能看一眼 我就能给他断定 这人是怎么样 对这个人不公平 我没有说你 我只是昨天看了你的视频 我觉得就是你们吵得不意乐 不 我们这个 您不太了解 我直播间是干什么的 您可以在下面多看一会儿 好不好 好吧 好的 您觉得是不是 您就不能说我看一眼 我就上来教您做事 好 您教我做事可以 我听 您先生说法 我没有教你做事的意思 我没有教你做事的意思 我只是说 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对呀 大哥 您是我在讲的 您的看法我认可 我想学 为什么跟你这么聊 我是希望 比如说 咱们华为 确实是一个比较 非常OK的企业 对吧 然后就是说 它可能 你看我们就 我为什么说 同配置的手机 那华为可能 可能就是确实 我们希望它也 价格合适 让大家买的就比较 心里 对吧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做越好 对吧 你把大家消费者的这种心态 包括我在的这种人 你知道吧 你要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自己捋一下好不好 什么叫同配置 刚才解释了 还在说同配置 您是华为的粉丝 您是花粉 你一直用华为 您不知道华为被制裁了 华为的芯片怎么来的 华为的系统怎么来的 您是一点不看 对吧 需求 是每个人的需求 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爱买啥买啥 您喜欢就买 这价位 您能接受您就买 您说我这话讲的 对不对 这没毛病 是不是 您觉得贵 但不代表别人觉得贵 有的人可能买不起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咱们做好自己不好吗 是的呀 没错的 你说的没错 那是的呀 确实没有 没有错 那对呀 我只说的意思就是想 觉得你们俩 为了一个华为的这个事情再吵 你知道吧 就是您不知道我直播间是干什么的 那您为什么有勇气上来给我提意见呢 不是 我 你看了一个切片 你就认为我就是那样的人 您对我公平吗 好吧 那你就当我误解了 好吧 那是的 您确实误解我了 我跟你说 我直播间是干嘛的 展现生物的多样性 我只负责展现 至于您想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 取决于你 不取决于我 嗯 我以为你知道 你是华为的 什么 在宣传华为 知道吗 您看我在这里宣传 您在我直播间待了多久 我什么时候宣传华为了 因为一直 你和别人在讲 一直在讲华为的好 别人就是 那我讲华为的好 难道不可以讲吗 可以讲 可以讲 对啊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就是 我的意思 没按照您的标准 好 好是好 那意见要接受对吧 那什么意见呢 那您说华为 您说给 你华为意见 您不能到我这反应啊 我就是一个华为粉丝啊 我代表不了华为啊 就您有对华为有意见 您可以去打客户电话 可以到华粉丝尔部 或者到售后去啊 我一个华为的粉丝 你能给我提什么 华为的意见呢 您太高看我了 我觉得你听懂华为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人 店长你把他问得没话讲 我觉得你很专业 那我专业对啊 我专业难道有错吗 没错没错 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难道 是为我错的成本吗 我专业错了吗 你说这么多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明白吧 那对啊 是吧 我也跟你解释了 您不听 您上来要给我提意见 您要提意见吗 您得把我所有切片看完 您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您在给我提意见呢 您不能对我不公平啊 那好吧 那就当我可能不了解你而已 好吧 你不了解我 您却给我下定义 这对我公平吗 不是 我只是对你这个切片 就是 就是提的 就是因为吵了 确实让我觉得 着急一点吧 他们也受不明白 嗯 那你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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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觉得您厉害 那这样子 您在卖上 您别下来 等会有友商的粉丝 您跟他聊一下 好不好 示范一下 给我看一下 我不懂手机 我也不想跟你聊 不想跟他们聊 我就跟你 那您不懂手机 您也不想跟他们聊 但您却要给我提意见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跟别人消费者是一样的 我只讲一下自己的感受 但是 你说那些人是我 那你觉得那些人是我 找的去 他们去说吗 那我不知道呀 那你不知道 我是觉得别人一提到 好了 行行行 兄弟 您幸亏叠假 不叠假就不是这个效果 好了 咱们不说了 好不好 咱们观点相同 咱们不聊了 那好吧 好好好 再见 今天都换套路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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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你直播间是直接说观点是吧 对 直接说观点 好 那我也就 不讲心路历程 直接说观点 嗯 你是那个华为的经销商是吧 卖华为的 哦 要聊我吗 不聊你 不聊你 您说 就是任老先生曾经说过 嗯 爱华为 爱这个产品 那就买 就是不喜欢 就不买 跟爱我没关系 嗯 但是 我看你直播间 这样去营销华为 是否跟那个任老先生的观念 相冲突呢 您 您看我在直播间怎么营销华为的呢 就是说 爱国呀 爱国就是爱华为呀 我发表我自己的观点不可以吗 是 你是华为就是粉丝嘛 我发表我个人观点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您 是您准备把我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给剥夺了吗 没有剥夺 我只是聊观点嘛 那您在这说什么呢 聊观点啊 对啊 观点我 我在我直播间发表的是我个人意见 有问题吗 这是 我就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 是否会跟那个任老先生的那个 就是他的意思会相冲突呢 您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还是稿子上没写呢 首先没有谁有稿子 没稿子 对啊 任老爷子发表的是他的观点 我发表的是我的观点 冲突吗 这样是否会给华为就是说生意上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那为什么不好呢 我发表我个人的意见哪里不好了呢 你代表华为 因为 因为 您的意思您代表华为 您认为我影响华为了 我没有代表 那您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是说任老先生 我没有说我代表华为 那对啊 那您基于什么观点判断我给华为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因为任老先生说的 您是听不懂 您是听不懂我说的每一句话吗 任老爷子发表的是他的个人观点 我发表的是我个人观点 因为任老先生 您听不懂吗 您听不懂吗 您是华为忠实的粉丝 那按道理来说 大哥您的逻辑是怎么样自洽的呢 任老爷子发表的是他的言论 我发表是我的言论 您为什么用任老爷子的言论来定义我的言论呢 您是基于什么准则定义的呢 您又是谁呢 因为任老爷子 那你为什么拿任老爷子的话来定义我说的话呢 任老爷子说的话 你又是谁呢 您代表华为吗 我没有代表华为 那您逻辑怎么能自洽的呢 你先听我讲 你听你说吗 大哥您错误的观点听您说啥呢 任老爷子说的话 你用任老爷子说的话来定义我说的话 您觉得你逻辑能自洽吗 就是您的稿子上面没有写这一张吗 那个华为公司的态度啊 对啊 他代表华为公司的态度 我代表我个人的意 对华为的喜爱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 但是我是说你的 那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你代表不了任何人 您能代表任老爷子吗 我不能啊 那你为什么用任老爷子的话来给我下定义呢 我没有给你下定义 那您在这里说什么呢 能不能让我说完这话 我认为的观点 你可以反驳我的观点 不大哥我不需要反驳 你逻辑都不成立 我给你反驳啥 您从一开始都错的 我给您聊啥呢 你认为我是错的 只是基于您的观点呢 大哥您的逻辑都是错的 还有观点吗 如果一个错误的观点 何必往下聊呢 你明明知道他这次一件错的事情 您为什么还继续下去呢 不不不 那是你认为是错的 大哥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你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辩论嘛 自己在家里代表上帝 自己聊 我没有代表任何人 我没有代表任何人 你不代表任何人 你为什么要用任老爷子的话来定义我说的话呢 因为任老爷子说的话 他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华为公司的态度啊 代表华为公司的态度 任老爷子说了 书信科技你这样子给华为招黑了 说过这话吗 他没有这样说 那对那你这里下什么定义呢 我没有 我只是有个质疑没有定义 大哥你确定你那是质疑还是定义呢 我是质疑 您这种行为 正常正常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华为招黑了 兄弟 好好说话 逻辑成立 然后咱再出来聊天可以吗 怎么逻辑不成立吗 您自己捋一下 好吧 我给你30秒 慢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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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慢慢理 给你30秒 我静脉30秒 自己捋一下 给他倒计时30秒 让他捋一下 他不是都来几次了吗 他的稿子都不更新了吗 老客户了 对 好 捋好了吗 早就捋好了 好的好的 行 有下一个话题吗 就是这个话题不聊了是吧 你逻辑是错误的 我跟你聊啥呢 好吧 我这个跳过跳过 我不跟你聊了 因为这个话题 我也知道你不会再聊 那本身呢 你这个不成立的话题 我跟你聊啥呢 您自己捋一下 怎么不成立呢 您说成立 好 对 下一个话题 来 那下一个话题 我之前跟您连过一次买 对 我知道您 这是第二次 但是我看到 这几年也看了一下你的切片 好像很多人就是 一发的那个NOVA11SE 你就基本上就是不敢正面回答人家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你怎么叫正面回答 您可以尝试的学他们问我 我看我你看我正面回答吗 就是人家就说这个680性能差 嗯 差的标准是谁定的呢 行业呀 整个行业呀 整个行业定义它差它就卖不掉嘛 您超什么心呢 那对友商来说不是好事吗 你话是这么说 那对呀 差是客观 您代表行业吗 没有谁代表行业 那您说这个是行业标准呢 你不代表行业 您却用行业标准来给这款产品定义 680是不是比8跟2更差吗 那是的呀 本来就是的吗 那就对了 那这就是行业 一个手机只看 一个手机就看芯片是吗 不不不不光看芯片 那怎么不光看芯片了呢 还有那个相机啊各方面呢 对呀 都看了 那是的呀 包括系统也看了 那是的呀 但是 你说的非常对呀 综合都看 但是它性能是否比友商的要差一点 你定义的吗 没有我疑问 请教一下 你疑问 请教一下 你这需要请教吗 你认为差就不买不就行了吗 买的没问题 卖的没问题 你有问题 不是买的是没问题 卖的也没问题 那是我们是基于观点去聊天吗 不对呀 你给东西下定义 我跟你聊什么呢 您觉得这个不好 你就不买就是了 我知道 OK 不好 我没有下定义啊 嗯 差 好 张比一有商啊 嗯 差差差 我听到了 还有吗 就打个比一吧 我知道差嘛 我认同您的观点 有下有下一个话题了吗 下个话题好 那那就 这个就跳过吧 跳过吧 嗯 对 嗯 下个话题就是 我发现您这个直播间 好像就是 为什么 要一直等米粉来连线呢 那对啊 我至于欢迎什么样的 是展现生物多样性 至于想展现什么样子的 取决于你 不取决于我 我们跟很多友好的米粉 聊得很开心啊 我们也跟很多华为粉丝 聊得也很开心啊 我感觉你这是 为了流量 那对啊 我就是为了流量啊 有问题吗 那你 开这个直播间 是否接受华为的充值呢 那您觉得我充了就充了呀 您觉得您重要呀 我不需要 去改变您的认为呀 你看你就逃避了这个问题 我怎么逃避了呢 你说啥就是啥嘛 我就要逃避了 我顺着你说 你说我逃避 你非要我给你杠 没有没有杠 那对啊 或者就说 不管是直接充值 还是间接充值 这个东西 对啊 你说的都可以嘛 你说的算嘛 你确定要我给你杠 不是杠啊 那对啊 那我都认同你说的嘛 你说我充值充了嘛 好不好 您开心就好 还有吗 那没了 没了没了 对不对 您非要我给你杠 不是不是杠 基于观点聊天嘛 就像那个 大哥这个 这个怎么叫基于观点聊天呢 就像一场 对吧 您说我给华为充值了 那OK 你拿证据出来 证明我怎么被华为充值了呢 你没有证据 你在这里张嘴瞎说 瞎说什么呢 我是问你有没有 大哥你问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 我问你一些不好的话题 你回答吗 出于素质啊 我不想问你那些话题 您说我被充值了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你在他心口 胡说什么呢 是您的世界里面 就认为帮一个品牌 说话就是充值 是不是 难怪你帮某品牌 说话 那你也接受充值了吗 您自己看到的天 你就认为这代表 是所有的天吗 我都说了 我不想怼你 对吧 我说你认为的开心 非要在这里 嗯嗯啊啊 你没充值就没充值啊 着急啊 您觉得我着急就好 对我都说了 您说的都对 好不好 当然了 您可以理解我着急 没问题 您开心就好 你毕竟代表上帝嘛 我知道 你又给我下了个定义 大哥您都上面 前面那么多定义了 任老爷子 您用任老爷子讲的话 来定义我的行为 您把弄话11SE定义为不好 是吧 您又把我定义为充值 那到底谁代表上帝呢 您疯狂的在给我下定义 我没给你下定义 我喊你是上帝哥 过分吗 这是你给我定义的 您给我定义三个 我给你定义一个 您就不开心了 那您不喜欢被别人定义 那你为什么要给别人下定义呢 首先我没给你定义任何 你捋一下 好不好 捋一下 来给你30秒 一个个来捋嘛 我30秒给你捋一下 我知道你有点乱 给他点时间 点点关注 好 到了 捋好了吗 我的思路一直很清晰 您思路很清晰 那咱从头捋一遍 可以啊 您开头说了什么话题 我是说任老爷子 因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华为只是一个商品 如果你喜欢它 你就买 不喜欢可以不买 不要把它跟爱国绑定在一起 是吧 任老爷子 然后呢 任老爷子在一定程度上 它代表了华为公司的意思 那您这样 拿就是华为手机 跟爱国绑定在一起 是否有可能 您看 您看大哥 就说您老 还说您思路清晰 是吧 我都给您表达了 那是我个人观点 是您个人观点的 您用任老爷子的观点 来绑架我的官员 给我下定义 您不知道 这不叫下定义 叫什么 它是他的观点 您是您的观点 但是我 就是想问一下 您的观点 您的所作所为 是否给华为 造成了名义上的损失 你代表华为啊 还是你能代表任老爷子啊 你说的话 跟任老爷子相冲突啊 不您 这两个您代表谁啊 我谁都不代表啊 那您在这里 给我下什么定义呢 我没有下定义 你回头想想 您下定义了吗 没有定义 您的问题是 我说的这种观点 我个人表达的观点 是否给华为造黑 那您代表着其中 哪一个呢 是代表华为呢 还是代表任老爷子呢 我代表中间人啊 您代表中间人啊 消费者 您消费者 您是消费者 我不是消费者 您也是 你也是 那对啊 那您给我下什么定义呢 那你就不敢回答 你是否 大哥 咱们逻辑给成立好不好 一个错误的逻辑 我回答你啥呢 那兄弟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回答我 你每天呼吸空气 有良心吗 呼吸空气要什么良心 为什么不要良心呢 你知道有很多地方 空气很稀泊的 你这大口大口的呼吸 你有良心吗 那你没吸吗 我问的是你啊 这对吧 这就是这个逻辑的坑 这个问题 有聊下去的必要吗 你也知道 这个问题很荒谬 没必要聊下去吧 一个错误的逻辑 就不要往下聊 好吗 因为你的观点 跟那个任老爷子 观点相冲突了呀 那您代表任老爷子 来给我下定义 我没有代表任老爷子 那您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说到任老爷子说的话 不 那您在这里说啥呢 基于观点聊天呢 大哥 基于观点 要一个正常的逻辑嘛 他怎么就不正常呢 您觉得正常吗 我觉得挺正常啊 您自己捋一捋 哪一点不正常 您说出来吧 你指出来 我讲到现在 您听不懂吗 哪一点 你讲到现在 翻来覆去讲 你听不懂吗 您这样说 我还真听不懂 好 您听不懂 我没有义务去教你 您听不懂 就慢慢听不懂吧 好吧 那就第二点吧 第二点 第一点 再争论下去 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好吧 您自己捋一下 我给你反复强调的 就是你还是要说第一点是吧 没事 您要继续聊 我陪你聊嘛 那就继续聊吧 好 来 开始啊 没有给任何人下定义 没有下定义 那您在问我 您问我什么问题呢 质疑 就是说您的 您代表谁质疑我呢 消费者 您代消费者 你拿任老爷子的话 说出来干嘛呢 因为任老爷子代表华为公司的态度 对啊 那您代表任老爷子吗 我不代表 那您这两者逻辑能成立吗 我拿他几率 您拿他 那叫举例吗 那怎么不叫举例呢 您自己捋一下 那叫举例吗 任老爷子说过 爱买什么买什么 我表达过 我愿意爱国支持华为 我表达 我仅代表我个人意见 您代表任老爷子问我 我这样做 是不是会伤害华为 对 您能代表吗 您各能观点 华为和任老爷子能代表吗 你代表哪一个 你先说 我再说可以吧 不 任老爷子和华为 你能代表谁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个问题 至于观点聊天呢 大哥您这是观点吗 你一个错误的观点 聊他干嘛呢 这怎么就是 这又变成错误的 大哥你看你又回到去了 你不认为错 那我也没办法呀 任老爷子代表华为公司吧 您说您这是您个人的观点 对 就是没有 但是你这个平台是 大众的 知道吧 这是抖音的 这是抖音的平台 您又代表抖音了吗 我没有 我是说就是面向大众的 对 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吗 您是代表抖音来谴责我吗 不不不 我是说你这直播间是 很多人能够看到 但是 对呀 我发表我的观点不行吗 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给你剥夺了吗 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没错 我没有剥夺 我是说 您的观点有可能跟任老爷子的观点 你代表任老爷子吗 任老爷子说了这话呀 任老爷子说了这话 你就可以代表他吗 我不代表他呀 那你不代表你在这说什么呢 又冲突啊 任老爷子说的话和我说的话 有什么关联呢 你又代表其中哪一位来谴责我呢 我做一位粉丝啊 那你作为粉丝 我也是粉丝 你凭什么可以谴责我呢 没有啊 我疑问啊 向您请教一下 大哥 咱逻辑能正常一点吗 怎么就是不正常呢 你又捋到现在 你还捋不明白吗 我感觉是你捋不明白 那行 我弱智好吧 您开心就好 说话不要激动嘛 我这么激动 我都承认我弱智了 还不好吗 我被你打败了